等流果是约着个人的个别的业力 增上果是大众的供业 大家会生长在同样的环境 这是约供业 三 增上果 未有杀生 能赶外弃世间所有饮食及药果等 接少光泽 视力 易熟 给予威德 并皆威劣 难欲消变 生长疾病 有此因缘 无量有情 未尽受量 而便中妖 不与取者 未众果嫌少 果不滋长 果多变坏 果不真实 多无语则 与多林浪 果多干枯 极权无果 欲邪行者 未多辩慧 你奋不敬 臭恶破则 不可爱悦 虚妄语者 未浓作行传 事业边际 不慎自息 不相邪偶 多相欺货 饶猪部位 恐惧因缘 当我们受了三恶 到果报以后 如果没有忏悔的心 还会有一种 贡业的问题 会招感生在 同样的一种 贡业的环境 先看杀生的贡业 杀生的贡业 招感外面的世间 所有的饮食 还有医药水果等 皆少光泽 看起来不好看 而且视力 它提供你的养分 跟能量 也减少了 一鼠指 它的大小跟数量 还有它的威德 产生的治疗效果 提供的营养成分 并皆雷弱 难遇消变 很难消化 而转化成能量 一般人经常吃肉 或者直接杀生 或者间接杀生 吃肉的人越来越多时 这个世界 会往哪个方向变呢 就是水果慢慢减少 而且水果能够提供的能量 越来越少 因为大家都在造杀业 以前造杀业 都是比较简单 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吃 所以杀业造的重石 会让整个世界的供业 往这个方向走 中药本来是可以治病的 但是你照药方去抓 治不了病 因为现在的中药 没有能量 这就是杀生的供业 第二 偷盗 不与取者 为众果嫌少 果不滋长 果多变坏 果不真实 如果世间很多人犯偷到 世界会怎么样呢 种果嫌少 收获减少了 上一代收获多 这一代就减少了 果不滋长 发育不良 长得小小的 果多变坏 水果放一下子就坏掉了 果不真实 果松松的 没有那么坚实 多无雨则 雨多林浪 风不调雨不顺 要么就干旱 要么就水灾 果多干枯 即全无果 水果的数量 乃至它的性质 就变得比较雷弱了 这就是偷盗的供业 第三 邪行者 未多变坏 你奋不敬 臭恶破责 不可爱悦 如果世间犯邪淫的人 越来越多 世间所住的环境 就会变成污秽了 很多的变坏 很多不干净的污泥 它的味道 也特别的破责 让人感到逼迫 而不能够接受 不可爱悦 这一点 我们看诸天更明显 人类 可能我们感觉不出 哪一个国家比较干净 哪一个国家比较脏 可能也有差别 有些国家比较干净 这个国家过去生的人 邪淫业比较轻 这个国家很脏 这个国家邪淫业就比较重 但是诸天更明显 诸位知道 天人它有一个特点 没有厕所 因为天人的欲望都很淡薄 我们休息善业可以做人 但是要升天要有德性 我们后面会讲 烦恼要轻薄 尤其是淫欲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判定标准 欲界六天 欲望是一天比一天淡薄 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干净 最低的四天亡天 它吃水果下去完全没有渣 所以天人没有大小便的问题 也没有厕所 它吃下去完全消化 天人的环境特别干净 身体也特别香 因为他们淫欲心淡薄 每一天的欲望越来越淡薄 天也越来越干净 到了色界天 淫欲心完全掉浮 色身完全是光明的 不像我们那么粗重 所以我们居住的环境是臭壶的 这跟邪淫有关系 这跟邪淫有关系